斯坎迪奇和皮内罗洛的对决如期举行,外界期待的中国德比定位上演,妙一文没有出战,甚至是朱婷都轮休了前两局,只有姚迪首发出战,可谁曾想位居一甲倒数第二的皮内罗洛竟然在第三局逼出了朱婷。 由于皮内罗洛实力欠佳,斯坎迪奇在开局并未派出朱婷首发,而是让姚迪等人首发出战,本来首局比赛还较为轻松,以25比18取胜,可在第二局时皮内罗洛发力,以25比23扳回一局,这让斯坎迪奇有些慌了。 不得不在第三局派上朱婷,这才稳住局面,最终以3比1战胜皮内罗洛,保住了巨额的积分,而出战两局的朱婷则是以18扣8中一篮,拿到了9分,还承担了7次一传,到位率达到了86%,完美到位率则是有着57%,表现得相当出色。 当然朱婷的得分或许不算多么出彩,可他对于斯坎迪奇的意义却在这一战显露无遗,如今的朱婷已是斯坎迪奇的定海神针,有朱婷时斯坎迪奇几乎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,更具信心,尤其是朱婷的一传,那可是给斯坎迪奇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 如果没有朱婷的一传,斯坎迪奇全队的一传恐怕早已崩盘了。 更为重要的是,朱婷在承担朱多一传的情况下,还能稳定地贡献着进攻力量,为斯坎迪奇撕开对手的防线,这才是朱婷最大的意义。 看到朱婷如此的发挥,以及他对斯坎迪奇的重要性,众人都开始期待着朱婷回归国家队的表现了。 当然有人会说,蔡兵不下课,朱婷不会回归的。 可如果朱婷真有如此的心思,那他配得上担任中国女排核心,配得上国手的身份吗? 国家荣誉可不是个人勾心斗角的筹码。 朱婷不可能那么傻,而等到朱婷归来以后,中国女排最大的短板也就得到了弥补。 之前没有朱婷的时候,中国女排都还能夺得市井赛第六,等到朱婷这一定喊神针回归,中国女排难道就没有争冠的可能? 至于外界期待的中国得比为何没有上演? 这在小编看来实属正常,要知道妙依文在13日才刚刚抵达意大利。 这本就代表着妙依文不可能在这一战中出战,毕竟导师差以及办理入队手续等都需要时间,不止如此。 妙依文也不过是刚被官宣,甚至都不能说是被签下,因为他还要在皮内罗罗视讯。 何时能够上场比赛还不少说,期待中国得比其实没有什么意义。 还不如期待着妙依文、朱婷、姚迪这三位流氧一甲的国手们能够有着更好的发挥。 本来朱婷可以轮休的,可谁能想到,朱婷在第三局终究是被逼出战。 虽说交出了18扣8中一蓝夺的9分的数据,看似不算出色,可不要忘了,这只是朱婷两局的数据,而朱婷对斯坎迪奇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了。